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自从复工后的王一博真的是忙到头掉,接连关心的新剧,没有关心的新剧 不断刷新的代言,固定飞行的综艺嘉宾几乎是无时无刻都在各种感情城当中 这一度让人看到他憔悴的面庞和微微浮肿的眼睛,引来不少粉丝的心疼 舞台上的王一博一直都很野,当然了这是在跳舞的舞台上 连在游戏的舞台上,王一博则是更加的放飞自我一些 近期被他的SPA的频繁刷屏了 之前是因为玩儿跳舞机而崴了脚 看着那个委委曲曲被包扎脚踝,过于大的大脚趾被粉丝笑的王一博 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男孩子有时候过于的憨憨,可爱 但是在舞台上那么拼命的王一博也确实让人担忧和心疼 前期是因为崴了脚而选择坚持和大家一起练舞 即使是半夜也一直和大家不停的排练 累了困了也不会选择休息 而是争取和大家把舞蹈动作排练到最到位,最理想的状态 不停的抠动作和细节 这一点引来了不少的舞者的赞叹和心疼 而在近期王一博团队在舞台上的丛林豹子舞是真的太炸了 动作干净利落,眼神也十分犀利,真的好像是看到了丛林当中的黑豹 甚至不知道王一博你的表情管理是不是坏掉了 这一次的丛林豹子真的是可以按针出表情包了 但也或许王一博就是为了舞台做的设计 为达到野心和疯狂的目的 让人看到就想到了丛林中的野豹子 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呀 王一博也终于倒下了 因为这次的舞台是真的 舞蹈要过于快了,动作也要到位 那就得不停的扣扣扣练练练 作为队长的王一博也是一直用着脸终于泪倒在舞台之上 在街舞的花絮中选手都看到王一博直接就躺倒在舞台上 不停的喘着粗气 呲牙咧嘴的在控制自己真的是雷到了极致 这时候的舞蹈更是直接上前安慰王一博 甚至直接上手给王一博做心肺复苏 给王一博按压心脏 看到这些粉丝们都开始担心王一博的身体 躺了休息一下的王一博慢慢平复了自己的连续之后 起身说又快又累,看着是满头大汗 脸色有些微微的泛白,不停的抑制着他 即使喝水也给人累极了的感觉 这时候才感觉到原来王一博他也会累 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他表现出来了那永远都是最积极向上的那一眼 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依旧是那个眼睛会闪烁星光 笑容依旧很甜的王一博 但当看到这么累倒在舞台上的王一博 也让人想起了他只有23岁 不停的工作敢形成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虽然王一博希望他可以更加火 资源更加多 但是也希望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看着这样累倒在舞台上 刺牙脸子一块 然后脸色泛白 也依旧不放弃的你 真的是让人很担忧 王一博要照顾好自己 也希望有好能够为旗下的艺人 安排好行程和时间 另外天天向上呢 可是周周必对的综艺 即便更新时间很鸡累 但是却依旧人不熬夜看 不管王一博红与不红 天妈和天天风地的哥哥们 对他都是极好的 是老妖也是最受宠的那种 然后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居然被嫌弃了三次 连风哥都不带他玩了 01被鸵鸟嫌弃 天相上结束了美食篇 又开启了旅游品 第一次嘉宾带着民宿内的 诸多小动物来到了现场 其中就有鸵鸟 老观众都知道 鸵鸟是前锋的称号之一 所以一出场就戳中了大家的笑点 而且一见面呢 前锋就与鸵鸟格外亲戚 既可以摸又可以喂食 身后的王一博已经蜿蜒一穿 也想要摸一摸鸵鸵 结果变成召唤打了不少的响指 却被嫌弃了 02被土拨鼠嫌弃 除了鸵鸟以外 土拨鼠也在受邀之列 而且离王一博比较近 在玻璃箱里吃着胡萝卜 王一博拿起胡萝卜也想喂一点 结果呢两只土拨鼠都嫌弃他 根本不买荡 要么吃别人喂的胡萝卜 要么在箱子里吃剩的 反正就是不吃王一博喂的 无奈之下 王一博放下了胡萝卜 靠近仔细盯着土拨鼠 脱口而出 他是不是不太聪明啊 之后还重复了一句 好像不太聪明吧 众人爆笑 王一博土拨鼠只是嫌弃你 怎么还质疑人家的智商可能 03被风哥嫌弃 节目中有一个用毛笔写字的环节 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毛笔 而是占了莫有一百斤重的毛笔 一个人很难用他来写字 天天兄弟中的前锋 大张伟 王一博为一组 嘉宾为一组 进行比拼 看一下哪一组写出的天字 更加好看 然而开始之后呢 风哥和大老师抬着毛笔写字 已经没有了王一博的位置 只是在后面 扶了扶大毛笔的小啾啾 就退到了 几次想要散前参与 但是都没有能够交到其中 最终王一博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风哥和大老师完成了游戏 任凭韩哥在后面喊着 戴上一博 两个人也太投入了 无暇顾及 要知道风哥是一个 长在王一博笑顶上的男人 大老师在舞台上呢 也与王一博心已不离 可这次两个人都嫌弃他了 用粉丝的话就是 王一博啊 你也有今天 连风哥都不带你玩了 看到王一博接连被 鸵鸟 土拨鼠 风哥嫌弃三次 不仅现场的嘉宾忍俊不惊 就连和着屏幕的观众 也笑出了声 有趣的是啊 王一博的粉丝笑得容易最大 果然呢 乐黑无人黑得过自家粉丝 看到王一博被嫌弃 属粉丝笑得最开心 毕竟也不容易嘛 一下走到哪儿都深受宠爱的 王一博如今也有被嫌弃的一天 每一个无奈的小表情 都让粉丝喜欢的不得了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